中国网友太不给刘德华面子了 这刚刚升任影协副主席 他主演的电影票房就断崖式下跌 红坦先生甚至跌倒了 要靠撤档来保留一点颜面 刘德华当选第十一届电影协会副主席 我觉得这是大家比较无奈的一个办法 是没办法 说个残酷的 红坦先生重新换档机 也不一定能获得好的票房 刘德华的红坦先生 最终还是宣布撤出了春节档 刘德华先生这次被笑掉大牙了 红坦先生也很无奈宣布退出春节档了 红坦先生退出春节档说明了什么 刘德华跌下神坛了吗 还是宁号真的不灵了 这两个人组合的电影票房惨淡到这种地步 甚至让人觉得不敢相信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了呢 像开场铺地毯的镜头 构图秩序动作严谨 结果一台货车拽走了本来铺好的一届地毯 这时画面出现的是反常时的发言 现场没人跑去阻止 甚至都没人在意 同样拿着大奖的女演员也不在乎 他甚至在台上跟男演员开车 拿大奖大老本人都没来 谁在乎呢 刘伟迟 他来得比朱里早 对细节倍儿走心 生怕出一点错 但他还是成了笑话 对他来说 拿奖是人生的全部 为了事业 刘伟迟丢了家庭丢了朋友 看似圣友如云 实则当众孤独 偶尔两个网红奔赴 也只是拿着当流量的工具 他谨小慎微的包裹自己 帖子打圆场呢 看电影之前还兴致勃勃的比叶呢 还举起手机想拍个片名 证明自己来给帖子捧场来了 电影结束 眼睛圆表推上 大姐深深的陷入了沉思 剪铁的电影现在你也看完了 你觉得这电影败在哪呢 听到我的这个问题 大姐咋不咋她的卡兹兰小眼 此处沉默事件 男人哭吧哭吧哭吧不是罪 再讲的人也要全力去疲惫 挺借zi的 看什么 起 儿子 华